欢迎来到新闻 杨阳唯一公开恋人 被逼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漂亮 演技才艺 近来 杨阳和王纪倩因在电视剧花千古中 相恋成为社交媒体和媒体热门话题 这对情侣因在拍摄现场 表现出亲密的感情和拍摄时的甜蜜表现 而引起公众关注 尽管如此 两人仍未确认或否认他们的关系 然而 杨阳为了和王纪倩约会 而抛弃了他的前女友 这受到了粉丝的许多批评 人们认为 抛弃前女友寻找新的关系 表明他对他人的不忠和缺乏尊重 许多人还质疑杨阳在他的感情 关系中的诚实性 以前 杨阳曾公开表达了对在电影 《新红楼梦》中的女演员李沁的爱意 然而 这对夫妇后来因经纪公司的干预而分手 这表明杨阳正在面对 来自经纪公司的压力和工作要求 这使他无法自由地处理他的感情关系 此外 杨阳也与许多美女传出绯闻 如邱涵 张天爱 赵露丝和迪丽热巴 然而 他总是保持沉默的态度对待这些绯闻 并不确认或否认他们 与此同时 杨阳与在电影《新红楼梦》中的男演员 同梦铁互动较少 经常与李沁并肩出现 牵手并与年长的同事有更多亲密的姿态 这进一步引起公众对杨阳和他的演员 同事之间关系的好奇 然而 杨阳和王瑶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热烈的接受 许多人认为他放弃了李提 那与王瑶约会 同时也没有尊重他和同样在《新红楼梦》中 扮演主角的唐梦蝶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 王瑶也受到了粉丝的批评 因为他被认为在这对情侣的关系中 是偏离轨道的人 有些人认为王瑶不配得到杨阳的感情 只是利用这种关系来变得更有名 尽管如此 两人仍为就他们的关系 发表任何正式声明 杨阳和王瑶仍在电影《烟花人间》中合作 并且媒体不断报道他们 但两人都对他们的真实状态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 杨阳和王瑶的粉丝们正在等待 并希望看到这对情侣公开表达他们的感情 然而 由于两人目前的沉默态度 粉丝们仍在等待更多 关于杨阳和王瑶关系状态的信息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并了解最新消息 我非常希望你们可以通过点赞 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来支持我 以便继续关注我的下一个视频